大家好 今天是年三十 首先热祝大家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其实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做自媒体半年多以来 自己的一种感受和体会 还有一点点心得 我做自媒体是做旅游风景类的 拍视频对开支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每天要开着车 到处去跑到处去拍 拍树散 对于这个视频这块呢 我其实之前是没有接触过的 完全是小板 对于后期剪辑啊 拍的时候的手法 这都是一窍不通的 都是后期自己摸索着 慢慢自己这样来拍 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吧 其实要说这个分享经验呢 这个我还达不到 因为毕竟做的时间不长 经验方面还是很欠缺 无论是哪一方面 通过我自己做了这半年多呢 我来了六类 大家做自媒体是的 一点小经验吧 第一点肯定你要选择好你自己的领域 你擅长做什么类的 不能比如说你申请了旅游类的 你发了几个旅游的 然后你又隔几天又发一个美食的 再隔几天又发其他的 这样不行的 这样就你的垂直度账号垂直度不够 说直白一点吧 就是你对你开始选择的那个 类别不够专注 建议失签 第二点就是多看看别人的优质作品 看看别人的爆款 看一下人家的排斥手法 后期制作技巧啊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第三点就比较重要一点 是标题和封面 一个好的视频跟标题和封面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的标题不够吸引人 你的内容再好 可能也没多少效果 当然标题你也不能说是过分夸张 标题必须要跟那个视频内容相结合 尽量多使用关键词 尽量多的使用 选择标题的一点小技巧 我现在呢就是 比较喜欢使用这个三段式标题 你可以看一下很多爆款的视频 大部分都是三段式的标题 每一段的字迹不要太长 比如说24字的标题 那你每一句你就不能超过10个字 封面肯定是选择你视频当中最经典的画面 如果会PS 那后期再PS处理一下 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第四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作品发布以后不要去修改它 不要上了重发 开始发的时候你都要想好 你这个标题用什么 一旦发布之后就不要去修改它了 管它有没有播放量 如果没播放量你去修改它或上了重发 你最开始发的时候可能会比以前好一点 但是以后经过长期下来 你就会发现你的账号怎么会推荐越来越少 甚至没有推荐了 这就是你开始散了重发导致的结果 这个就是散了重发 它影响你账号的优质程度 你那个账号始终是不优质的 不优质的那就没推荐了 第五一点就是持续发布 优质有特点的作品 要有自己的特点 不要太常见的 因为常见的东西大家都看过了 就没有什么心机在看你了 是不是 很少能看到的东西才是大家想看的 这是一个新奇程度吧 只要就是自己的作品足够优秀 要相信一句话 四斤子总会发光的 它总有一天会发光 第六一点还是坚持 坚持 再坚持 我之前是玩单反的 所以比较喜欢这一块 所以我也一直在坚持 我始终相信 坚持肯定会胜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再次祝福大家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 我们做自媒体的都能够火起来 全部都爆款 我做自媒体的都能够火起来 我做自媒体的都能够火起来